那请问这些小草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小额募款给你柯文哲 让你柯文哲拿到26%的选票 你是用这种方式来报答这些小草的话 这些小草会离你而去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柯文哲916万新台币的账目 经过媒体不断的挖掘以后 柯文哲知道事态严重 在8月10号下午找了会计师 找了签报人还有相关的人士 进行所谓的补救工作 那不管柯文哲这个选举经费 注意吧 他是选务经费 他不是民众党的经费 这个选务经费 他的负责人就是黄珊珊 黄珊珊当时担任竞选总干事 所有的财务账务 都是由他一手打理 那现在发生这个事情 黄珊珊在第一时间引进道歉 认为是不应该 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柯文哲 对于他的危机的处理 就是柯文哲就是刚刚讲过 召集相关人士赶快查账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这么说好的 在民众党 尤其在竞选期间 所登报的经费 有没有作奖 有没有足报 有没有乱报 这一些账目你要查了起来 各位都知道 一旦查账的话 是今天动逼 柯文哲到现在 他都说不清楚 这第三个 那第四个更麻烦的 被牵扯出的两家公司 都已经发布新闻稿 有一些说 这个账目不经他们的手 跟柯文哲报的完全不符 第二个 还有人说 现在我还没有收到钱 那请问 柯文哲这笔账 到底怎么报 这个里面 它涉及了五个行则的问题 第一个 登载不死 第二个 预报 乱报 假报 等是涉及到了侵占罪 纵然你把公款还了以后 你还是涉及到侵占罪 那你第三个 我们仔细去看 这一些账目 他在监约 已经报 但是项目不符 也使公务人员 登载不死 第四个 账目 他跟其他公司的账目 是否涉及到司法度众 因为有些说 没有 我没有拿到钱 但是 你有这笔钱的账目的支出 那究竟 有没有人中保私囊 这个是要查 第五个 是不是涉及洗钱 这五项罪名 每一条都可以让柯文哲脱半成皮 那除了这一些以外 金氏夫妻 这个金氏夫妻是指柯文哲跟陈佩奇 陈佩奇也自己爆料 他有犯义 没有犯刑 就是说 他身为公务员 不能够出任相关的公司的董事会的成员 那他就用所谓他儿子的名字 成立了公司 这是否涉及到了 也是登载不死 或者是违反公司法 这些公务员不得兼任 不得兼任民间公司的董事等等 任何的职务 所以我们看这对金氏夫妻 他们现在因为账务的问题 造成了四个危机 第一个人设完全崩坏 你标榜的青年 你标榜的诚实 你标榜的诚信 那请问民众党怎么解释这些事情 尤其是他的金氏夫妻这两个人 他要怎么解释这个事情 那第二个 除了诚信 除了青年备受质疑之外 你柯文哲过去经常指责 这个两党选务经费 选务经费乱报 项目不符 金额不符 等这一些 你还不要吞回你去 那第三个 各位要知道 民众党自成立以来 都是靠小额捐款 你标榜的账目 干干净净清清楚楚 你怎么像这些小草 交代 那第四个 民众党天天通宠 结果呢 还有这么多的经费 这就是说明了 柯文哲 金氏自夫妻 包含黄珊三等人 标榜的高道德 现在全面性的破产 你全面性的破产 你马上造成这些小草的心碎 在这些事情没有爆发之前 这样子做好了 小草还信任柯文哲 虽然民众党的政党认同率 已经下降到了6%左右 但是各位还看得到 这6%还是相信柯文哲 现在这件事情爆发出来 在座政党认同度的话 柯文哲的民众党 极有可能被边缘化 这个是民众党最大的危机 各位去看看 2023年11月23号 柯文哲何等威风 柯文哲是何等威风 他跟郭台铭联手 牵制了国民党 搞得侯友谊满脸都花 那现在呢 那现在柯文哲 能不能把这件事情 讲清楚才是重中之重 那其次 我必须很严厉的告诉民众党 这件事情 金氏夫妻两个 柯文哲 陈佩琪 再加上竞选总干事 不宜主导查账 应该由民众党 另外一个人出来查账 这个是由民众党执行决定 因为他们三个都是当事人 你当事人查自己 查得出一个结果吗 这个时候 才是民众党的最大危机 现在我们看柯文哲夫妇 柯氏夫妇 我为什么叫他叫金氏夫妻呢 都跟钱的问题讲不清楚 然后天天发一大堆FB的文字 互相调侃 但是真正面对问题的时候 却不知道如何处理 那请问这些小草 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小额募款给你柯文哲 让你柯文哲拿到26%的选票 你是用这种方式 来报答这些小草的话 这些小草会离你而去 请问这些小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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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